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下帷幕 梅西在35岁的年龄夺得大力神杯 我们并不羡慕 但是看到日本和韩国男足踢入世界杯16强 很多球迷就非常愤怒 我们为什么不行 中国足球到底差在哪里 2022年世界杯已经成为过去 2026年美加莫世界杯我们有希望吗 反观现如今 中国男足还没有适合的主教练人选 同时很多球迷吐槽 如果再选李铁 周铁之类的害群之马 中国足球将会彻底完蛋了 现如今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中国足球新年也将会大洗牌 相信很多球迷也都看到了 足协家教练加果角都被曝光 一点不夸张地说 中国足球现如今乱套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多乱 第一件事就是李铁事件败露 大家都知道的李铁被查出打假球 打压规划中保私囊 把国足当成捞钱的工具 仅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就达到了上亿 并且海外还有资产 同时李铁还被爆出海参事件丑闻 李铁在执教中国男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足球媒体人爆料足协里面最高级别的领导 通过私人关系往国足训练基地运送海参 而且还安排队长吴希等人为之宣传代言 甚至还有消息说李铁也瓜分了一部分收益 第二件事被爆出中国足协 在2017年收取17亿调解费 其中上岗一直拖欠没有交 并且这笔被用作青少年发展基金的钱花了 很多球迷吐槽陈马头难道不该给个解释吗 同时身为足协主席的陈虚源 还被爆出在世遇赛期间 每晚都在打牌极有可能有利益输送 很多球迷吐槽陈虚源打着督战的名义去玩牌 国足输赢他根本不在乎 无视国足荣誉有心情打牌陈马头麻烦大了 第三件事被爆出的是 在世遇赛期间国足十分的不团结 有记者爆料有球员和教练组在餐厅打了起来 有些球员并不想给李铁效力 这样的足球氛围请问怎么能踢出好成绩 教练打假球捞钱足协主席打牌叶叶声歌 球员出功不出力 这样的男足请问怎么能踢入世界杯 中国足球其实并不差 我们有巨大的人口优势 少到11个踢球的人并不难 只是现如今大环境不好 青少年联赛就被查出打假球 可以说从根上已经腐烂 上到足协中超可以说都存在问题 有球迷途陈虚源上任足协主席以来 中超接连有超过40个俱乐部解散 现如今中超一团糟 国家队这边也是丑闻不断 很多球迷吐槽陈马头下课 不得不说下课已成定局 也有可能和李铁团聚 即使现如今中国男足这般糟糕 反观78岁的世界杯主帅米卢 还自信满满地表示 这接手没问题 没什么压力 很多球迷吐槽米卢的 毛岁自荐更多的是和金钱挂钩 正所谓只要价钱给到位 78岁的米卢再次执教中国男足 依然十分有可能 大家说对吗 其实对中国男足来说不改变大环境 即使78岁的米卢执教 也很难踢入世界杯 但是等到大环境清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有球迷吐槽 范之意都可以 带领中国男足踢入世界杯 大家认同这个说法吗